張宇敬議員 好 大家好 大家滿安 其實如果像剛剛大家講的 提到新村大家最熟悉的應該是中心新村 因為它比較大 然後你們腦中會浮現的想像 就是很整齊的房子啊 有輸贏的道路啊 最重要其實是一個很優寬的生活氣氛 那在現在很多新村都被拆光光的 這個同時呢 黎明新村依然保有它 還有人住在那邊 還有人展現這個新村生活的 這個生命力 這為什麼等一下劉耀寶不會講 黎明新村它算是整個五大城 五大新村裡面最晚蓋出來的 對 那還是差不多時間好了 那 可是它並沒有因為它是最晚蓋出來 或是說它還有人在活動 它就免於其他新村所遭遇到的一些威脅 最重要現在 為什麼大家又開始重新關注黎明新村的原因 是因為 黎明新村就緊鄰著 呃 單元或是勢力重化的範圍 那他們那個周圍就是隔著一條黎明溝 在2010年的時候呢 重化會希望把黎明溝的主溝填起來 黎明溝主溝其實非常大 如果大家有看過的話 那那個時候被居民擋下來了 到了2014年呢 他們把腦筋動到了南側的支流 他們希望把那個原來兩公尺寬的地上流 把它變為90公分的地下寒管 那當然居民是非常擔心或是非常緊張說 如果這接下來如果暴雨來襲的時候 有一些紅飯的問題要怎麼辦 好那 經過我剛剛就是非常短的這個介紹 大家就可以知道說黎明新村 它其實是一個 還在呼吸的有機體 它還在成長 它還在變化 你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理解這個事件 或這個社區 你可以從歷史的 你可以從社區的 你可以從重化的 或是你可以從水利的角度去去理解它 那我們今天請到兩位 一位是劉曉帆老師 一位是社區居民李和琪老師 他同時也是中網記者 那我們就是 一個是都市空間的專業者 他怎麼從外部去看黎明新村 或是從台東市的發展脈絡去看黎明新村 跟一個真正在黎明新村生活 然後 他經驗到又跟從外面看的有什麼不同 那 因為今天來的人非常多 我們就兩位老師20分鐘 然後我們留一大堆時間一點 下面的那個 那我們從六號次先開始 好 謝謝 謝謝主持人 還有很高興 就是 可以這麼多人 一起來關心 這個算是潛在的台中的資產 我先自我介紹我姓劉劉耀華 因為我本來剛才有打一個 第一頁 可是他這個 是Open Office 好像沒有辦法 把我那個 Microsoft Office的第一頁秀出來 所以我現在是彭甲大學 就是計畫系的老師 那今年是我在台中 今年是第十九年 所以 所以就在 內國 教書 教半年多 回來的時候到現在 都沒有離開過 台中 可是我本身是屏東人 是屏東人 是屏東人 屏東市區的人 所以我大概就 成都主持人剛才所講 我嘗試的 因為我不住在這裡 就嘗試的從一個比較外部的角度 跟大家做一個議言 要嘗試別讓很多 可能是在地的台中人 或者是 不是在地的台中人 有這個機會 然後我來看一下 林立青春 台中曾經在跟台灣省 發生過兩次關係 這個我資料沒有秀出來 就是第一次發生關係 是台灣在1885年 從福建省變成台灣省 所以事實上在台灣的歷史上 我們是 台中是在1889年 被選為台灣省的第一處的省城 所以事實上台灣省 在我們台中這邊 就是清朝時期的台灣省 在我們台中這邊 到目前為止還有遺址 因為還有遺跡 甚至還有現存的東西 然後第二次 因為我們現在是直轄市 所以我們再也不叫做台灣省台中市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跟台灣省脫離關係了 在2010年12月的時候 在那個之前 我們是台灣省的一部分 然後台灣省是 台灣省是 一直到1956年 1956年 本來台灣省 省政府是在台北 跟中央政府是在一起的 一直到1956年 才前進到 事實上是1955年 成立前進部隊 就是準備把省政府 所謂的書籤 書籤到中部 所以第一個前進的基地 是1956年的光埔新村 它的規模大概就是 重新新村的20分之一 大概是十幾公頃的光埔新村 在霧峰這邊 然後以霧峰 所以光埔新村的格局跟中新新村 就是一個擴大版的 中新新村就是一個擴大版的 這個光埔新村 在1957年 台灣省政府正式遷入 這個中新新村 將近四千多個 後來一直陸續增加 五千多個 這個員工 省政府員工 就在這個地方 開始上班 那一開始大家都不願意下 從台北的角度來看 不願意下 所以東西村 一開始實際上是蠻稀疏的 所以它大部分的時間 都是把人送到台中 然後他們要坐車回台北 回台北 可是一直到1960年代初期 中新新村 大概已經任命了 已經任命了 省政府的大部分的員工任命 想說大概也回不去台北 所以他們就開始 省政府就給他們一堆很好的 很優惡的承諾 你們如果住下來 未來這些房子就是你們的 大家想一想 也就住下來 結果一住下來之後發現 很多人開始 沒宿舍可以住 沒有宿舍可以住 有些人開始退休 他退休之後 就住在那個地方 他可以住到永久 他跟他的眷屬 小孩子不行 跟他的太太都可以一直住下去 然後甚至早期的時候 連小孩子也算了 現在是不行 現在是不行 所以 這就是台中進到這個picture 就是為了滿足這個地方 開始擁擠的人潮 所以開始在1965年 在北屯的農田上面去新建的84間 事實上一開始是只有56間 分批去新建的84間的所謂的山光巷的宿舍 也就是長安新村 事實上你如果去問長安新村旁邊的人 剛剛有人說他有參與過 沒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叫長安新村 只知道他叫山光巷的宿舍 而且都誤以為在那邊住了40幾年 沒有人知道他跟他是什麼關係 其實這就是我最後要問的問題 我們真的覺得我們真的知道他是資產 台中市上有可能是負債 然後後來就是長安新村 事實上在長安新村旁邊這邊 我本來是寫十大新村 比較太複雜了 這邊有一個叫稅務新村 台灣大道旁邊有一個叫教室新村 事實上他這邊總共有十個 省政府然後在台中市 全部在台中市 就是為了他們的小孩子的教育 省政府小孩子的教育 也為了安置一些退休的人員 以便讓更多的年輕的公務員 可以進到中心新村 所以台中市變成是省政府的 睡覺的地方 減進基地 這個在1975年改變 也就是黎明新村 是變成是一個不是宿舍而已 而是工作跟居住 的地點 然後這四個 包括這個稅務新村 這個所有權全部都是政府的 都是台灣省政府的 他們發現也開始出問題了 因為什麼叫宿舍 就是不是你家的 不是你家的 相對的 不當然是大家比較沒有感情 而且事實上可能也在維護上 維護上可能也不是那麼性感情願 所以他們就改變機制 在黎明機制裡面改變 他們去徵收一平土地 然後開始在這邊興建 所以大家看一下 等一下 哇 哇 這條耶 拍誰 重開嗎 可以 一開始的時候我就是測試 可以嗎 可以嗎 當機流 還是我們就停留在這一頁 這樣我因為我要輸 好 所以這是光木新村 中興新村 這個格局都差不多 都是紅色屋頂 長安新村 這個是紅色屋頂 還有審計新村 這個現在看起來是已經舊起來了 目前看起來是舊起來 所以市政府 台中市政府這邊 會變成是社會住宅 中興大學這邊 會變成是一個文創基地 我們大概努力了 兩年多快三年 然後最後當然就是靈命新村 它是賣斷 房子跟土地都是賣斷 就是跟過去所有省府的宿舍 操作的邏輯是剛好 然後我另外一個 我必須提供給大家一個資料 就是說 我們看靈命新村 必須看 它到底是怎麼 活在我們中台灣 我們看一下中台灣的人口 這大概這數據看起來很無趣 可是我要提的是這個 就是說 戰後台中跟台中市 像過去 中台灣最大的地方 是在彰化圈 真正熱鬧的地方 人口最多的是在彰化圈 所以 靈命新村要進駐到台中的時候 那時候的台中市 大概是50萬人左右 1975年進來 大概是50萬人左右 然後現在眼看著 我這邊要提的是說 我們這邊看起來都變慢 我們成長的速度已經在變慢 我們到底是不是需要一直蓋房子 剛才像佳佑有在問一個 蠻嚴肅的問題 因為實際上我們產品很多東西 是為 過去我們的思維是 實際上舊的是不好的 為什麼 因為舊的大概就是比較落後 我們從小是被灌出這樣一個 進步的價值觀 我們對於舊的東西 都不知道怎麼對待它 然後最好對待的方式 就是發財 因為舊的不去新的不來 所以我們眼看著我們台中 所以大家在講靈命新村的時候 我們應該會問同樣的問題 大概台中未來會住多少人 現在大概這個是2012年初 現在大概271萬人 然後台灣大概要進入人口零增長 然後絕大部分的人口 都集中在台北市跟新北市跟基隆市 這樣桃園縣加起來 他們現在加起來可能是以色列 我們加起來是新加坡 然後南台灣加起來是香港 所以台灣島上現在是裝著香港 新加坡跟以色列 所以可是很顯然 我們這個新加坡是不怎麼有利 我們這個新加坡就是會成長得很緩慢 你看彰化已經人口往下掉了 他現在人口往下掉了 南投往下掉了 我們現在是勉強的往上跑 勉強的往上跑 好 所以你看台中世代就是從一個很小的都市 從省城圍範圍 然後到日本人在這個地方 大概創建了以綠原道包起來的這個舊市區 然後國民政府來之後 稍微在綠原道外面把它加大 可是沒有任何的建設 到一直到1970年代 台中市啊 就靈民青村還沒有進入這個picture之前 台中市大概就是長這個樣子 這是台中市 1970年代中期 1977年 台中市才開始往外 這個叫擴大 這本來是叫二三世紀的擴大都市計畫 是在1977年 1977年 靈民青村是在這個時候 大家注意到 台中市本來的發展是連續性的 有沒有 是連續性的 就是這幾個 這幾個家傭把它搞爛掉了 這就是 這個就是那個叫什麼 長安新村 這個就是靈民青村 這幾個省府 所以它是被偷勾硬被拉到救濟區 可是再怎麼樣 它是屬於在文理上面是救濟園館 然後到1986年 台中市就成為跟台南市一樣 這是台灣唯二的都市 所以你們如果說對都市計畫沒有任何理解的話 台灣就只有兩個都市 台北市不算 因為它不算都市 它跟台灣所有的都市都不一樣 是行政區的範圍等於都市計畫區的範圍 就台南市跟台中市 其他地方都是行政區的範圍 大於都市計畫的範圍 所以我們是在1986年 就這個 把整個台中市的行政區 變成是都市計畫這個一環 然後這就是所謂的都市計畫的 第一次東方天堂 我要講的是 我先看 抱歉 因為我時間 這個準備資料 就是昨天晚上才想到 我忘記了 所以我趕快 那個 把台中市的鋼硬區 這個1971年聯合國 顧問團幫我們做的 這個土調 這個是土地使用千塊調 就是說 那個1971年的時候 台中大概是發展 有顏色就是表示有活動的地方 大家注意一下 所有的顏色都在這裡 民國60年 1971年 可以看得出來 全部都在這裡 這個地方是什麼 空白的啦 我打這個圓圈 不是說這邊有 黎明星在這裡 是沒東西的啦 就是所有東西都全部集中在這裡 這是一個很清楚的 唯一例外 就逢甲這邊 因為他有機場在這邊 有機場在這邊 因為美軍的活動 那個時候都還在 越戰美軍活動還在 所以這邊會 這個斷斷續續的 就沿著這個美軍的聚落 會有一些 這個活動 可是呢 南竹島街在這裡 就是勉強有活動 大概就是南竹島街 可是呢 1975年 這是1975年 這個土地使用調查 你看喔 黎明星村跑進來了 黎明星村跑進來了 這個 黎明星村在1975年 插隊進來 這個立光本來 全部是農田 他對插隊進入這個 南竹的農業特殊 南竹最好的田在這裡 生產力最高的是這裡 這邊聽說也不差啦 因為農產這邊聽說也不差 所以他是錢不招村 或不招店 黎明星村來的時候 黎明國中比那種 他來到那個地方的時候 是黎明國中在先 黎明國中在先 然後 所以我就說 我們今天在看 黎明星村必須注意到 他事實上也是插隊進到這個農業社會裡面 就跟長安新村一樣 他是插隊進來的 好 這是第一個線索 第二個線索 所以你看 這個是1985年 就是 黎明星旁邊還沒有什麼地形底圖 旁邊沒有什麼東西 你看到1994年這樣 因為黎明青春有沒有 就開始慢慢有動 1994年這邊 重畫區這邊 就是七級重 19上一張就是 這個就是還沒有重畫區了 就七級還沒有定案 七級一直到1985年才定案 所以到85年的時候 他還是孤零零的一個人在這邊 可是到1994年 七級重畫區 他的工程是1992年就完成了 81年的時候 七級重畫區的工程就完成了 所以你看他已經開始有好夥伴 已經開始好夥伴 到2001年的時候 已經密密麻麻 就是說他已經跟原來的都市 接軌了 接軌了 好 1986年 因為這張圖 黎明青春是1號 就台中市 台中市的所有 一個大的都市計畫裡面 會有分很多西部計畫 就是 他是西部計畫1號 他是用這個關係 跟他接軌 換句話講 他是優先發展區 因為我今天要跟大家談了 等一下就是有兩個字 比較不好談 就是到底什麼縫合 縫合的味道 就是說 他原來旁邊都沒東西 可是1986年的時候 就是 把這些東西都放到他旁邊來 跟他最直接關切 所以剛才主持人提到 這個單元餓的部分 他就把它丟上去 可是丟上去 當然是因為他有東西 他都還沒有東西 所以根本沒有縫合的問題 旁邊都是稻田 沒差吧 可是很顯然的 1986年開始 就是 這個 因為後期發展區 這些都是所謂的 後期發展區 你看到這個 這個顏色 然後 更複雜 2013年版本 就是說 他要跟人家縫的東西 越來越多了 就是說台中市 現在需要縫的地方 越來越多 你看我們這邊 全部把它連在一起 工業區 這是工業區 文山 文山 然後這是精密機械園區 這邊全部都進來了 這個在1986年的時候 都沒有了 所以很顯然 這個都市有沒有 在過去的20年 是有激烈的變動 所以如果說你是 30年前住在台中的 現在來台中保證 迷路 哇這迷路 就是 這個 台中市現在所有的房子 年紀超過20歲了 是70% 絕大部分的房子 都是青少年 都沒有超過20歲 所以 林明星是什麼啦 56年 有中心青春 所以省府的員工 為了安排 這個等一下 恐怕是他們 比我清楚 這是我查到的資料 所以他是1970 這個70年開工 1975年完工 大概就是有 然後很少人去討論這個東西 事實上 當初是淨土的 跟台灣塔一樣 是淨土的 有24家建築師事務所 有一個叫和環建築師事務所 我怎麼查都查到這家的資料 可是就是說 當初是他得標的 從24家裡面 淨標之後得標的 1100 1316戶 這裡面還包括 那時候在開建台中港 台中港 所以台中港請了很多工人 所以他們也幫台中港 蓋了104戶 然後另外一個大戶 就是在 清潔港對面 那邊有一個叫什麼 什麼新 什麼 什麼 新莊 綜藝路這樣 不會不會 在忠明國小的後面 忠明國小的後面 就是 有一個 就是 這一個 為了台中港的那一群工人 因為台中港是1975年 1976年 10月31號 第一期工程完整 開港 在那個之前 台中住了上千個員工 都是榮工處的 所以他們就到處塞到台中市裡面 都要幫他們找房子 所以 躺安新村 黎明新村 幫他們的一個毛 幫他們蓋了100多戶 所以這邊大概有41公頃 扣掉原來國中 本來國中就存在了 所以大概黎明新村 大概有37公頃 他是聯動 雙拼 為輔 聯動為主了 雙拼為輔 然後有自己的市場 營運中心 然後除了利益工人 但每55到65 會設一個小型立地 做為大家戶外的空間 還有連停車場 公司是很完善 實際上它是一個美式社區 是一個美式社區 然後裡面大概分市集 房子是分市集 那時候他們買的時候很便宜 大概就十幾萬而已 然後你看人家市集 所以這個是 時間關係我這個就不講 這個就是它最原始的藍圖 後來這一塊就敲掉 去蓋這個國宅 國外國宅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有趣的是這個 是這個 你看高階的在這裡 然後高階的外面 是這個中階的 我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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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階 就是 然後就是這個 這個 最低階的 就是公有集的是在 在外圍 這很有趣 這裡面實際上是有很多的文化 是一個階級型的宿舍 是有文化園 這是滿有趣的 所以 其實 我等一下會跟大家講 獎經國有來 我有找到一張獎經國的資料 對不對 因為通常 只要你在做 真的未來要送文資審查 只要放上獎經國跟獎中正 在台灣 當下的環境 聽說都比較容易過 所以 不管你喜不喜歡他們 你在準備文資資料的時候 最好都要準備他 所以這個是他的 好 我講快一點 所以他現在房子大概這樣子 就是 絕大部分 絕大部分 大部分是雙兵 就是有一些連動 然後 兩層樓的房子 這一千多間房子裡面 大概四分之三 才保持兩層樓的格局 四分之一 已經不是兩層樓的格局 這個都是 基礎資料 都剛剛知道 然後這個量是駐二 所以是六十兩百二 縫合 縫合的意思就是說 本來互不相熟 互不相連 因為新的公共建設 出現連動的機會 台灣 台中最明顯 就是鐵路 對不對 你看我們現在這個鐵路 大家到火車站去 你們知不知道未來它怎麼縫 其實這個應該有 大量的公民參與 到目前為止 我跟你講火車站明年 就是已經差不多的樣子 要長出來 花了二十四億的工程 那個新的火車站 我跟大家保證 沒有人知道它長怎麼樣 然後也沒有人知道它怎麼縫 包括這條路要不要通 對不對 你們知不知道 我們這條路是唯一通後站 我們民族路未來是 最特別的通後站的 就是高架之後 你只有民族路跟後站是貫通 這一條是黃金路 所以好辦 他們可能有考慮到這一點 就決定在這邊 這個 就只有民族 民族 好 所以這個是 這個我時間關心 就是說很顯然火車站這邊 有一大堆台中 現在要縫的東西很多了 可是我們這個社會 事實上是沒有準備 政府或許有在準備 可是我今天跟大家體驗 人民都不知道這要做什麼 我覺得這個部分很缺乏公共參與 你看 這個是新北市一個公園 這個很有趣 一千 就是這樣子 新北市樹林居家板橋區 大家自己去自己的公 這個就是縫起來 這個原來 這台灣就好多這種 因為行政區缺陷 然後就導致這個建設 就接的很奇怪 這就是往南立民青春 我們看怎麼縫 這是第二代目 這是台中市有史以來最大的製辦崇華區 這個是上千億 這些土地 那是上千億 小蝦你要對抗 這個大吉語 這裡面 事實上是 台中市所有製辦崇華區裡面 屬於 唯一可以跟七級崇華區抗衡的 就是第二單元 雖然現在人 開始被關了 現在已經 有好幾個經濟被關了 好 那這個是主要計畫 我要講的是說 從主要計畫的角度來看 當初根本沒有幫他縫 沒有清楚的界定 這一邊 跟這一邊 怎麼縫在一起 西部計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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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部計畫開始 設法要把這些路 包括去年通過了這個 那個都校東班廳 這邊怎麼接怎麼接 其實都還在協商 都還在協商 包括這個市場要不要變 都還在協商 所以換句話講 黎明青春現在是處於一個 正 就是 激烈變動期 如果這一次 不管是用什麼形式 如果沒有把自己看清楚 我認為我們不會有黎明青春 因為 我認為 我如果是裡面的居民 我會設法把這個路段打開來 因為 因為我這邊 未來市政府 如果真的要變 中央政府要把這塊地賣掉的時候 這邊未來就是要蓋大商場的 這條路已經有通了 所以 只要黎明的人 被奔奔離析有沒有 我跟你講這條路 你會通 公路路一定會殺進來 就是 啊這樣子的話 這邊的房地產就 價值就很高了 就是傳統的定義是這樣 所以看起來是 但是我認為它的資產是 乾這個字啦 這是我個人的問號 時間關係 所以我大概提幾個問題啦 本來是有幾張圖要跟大家說明 時間關係 我大概幾個議題 最後一個結論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從外部角度 從整個台中市的演化 跟看未來 其實這個都市已經不是 快速成長的都市了 不要 不要再陷入這個炒作房地產 If we build They will come 沒有啦 They will never come 所以黎明青春 第一個先講 是一個私人地主為主的社區 公有地跟公共設施的全屬 到今天不明啦 也就是說 一般都市計畫區 走出黎明社區 實際上是很清楚的 你家的地就是你家的地 外面的地就是市政府的地 可是黎明青春的狀況 跟我們不一樣 它裡面的公共設施的用地 有中央政府要插一手 有地方政府要插一手 居民又認為他們有所有權 這個到現在都沒有彈清楚 沒有黎青的話 我跟大家保證 這個未來就跟都庚一樣 就是會分封離析 因為為什麼 就是1300多個業主 就這麼簡單 最難處理的就是很多人頭 它就是一個最難處理的地方之一 太多人頭了 第二個 黎明青春的整體社區合體 是不是應該保存 我剛剛不是有那個 我看到 看來看去就乾這個字 全世界在找不到乾這個字 是值得保存的 顯然它是一個乾社區 我不想中國 中國發音聽說 比較不好聽 比較不好聽 因為那個乾等於是在 等於另外一個字這樣 所以 是不是要保存 沒有在考慮 沒有在考慮 因為為什麼說沒有在考慮 因為為什麼說沒有在考慮 這邊到底是不是黎明青春 麥當勞這邊 到底是不是 因為每個人都認為說 這邊也是 那從來它從來就不是 可是就是說 如果邊界是到這裡 要將這邊 你要把它怎麼幹 兩個是完全不同性格的 就連在一起 所以未來怎麼去跟它 這個兩者怎麼去結合 如果是以文化景觀 為未來保存的標的 這個保存的法國是因為 跟原始的設計範圍一致 就是我們剛剛看的那一張原始設計圖 就跟其實很多的案例 像巴西的國家首都 那個巴巴利亞 就1956年巴西遷都 1983年 1983年 聯合國就公告那一張圖 那一張圖 不是建築圖 是那一張遷都的首都 那個很像飛機艙的 駕駛艙那張圖 是世界文化遺産 不是巴西的文化遺産 是世界文化遺産 所以我們肯定要注意到 那一張圖 那一張圖 到底要不要跟著黎明青春走 原來這個剛剛看黑白那張圖 如果要保存 當年要跟黎明青春如何維持 保持封閉的狀態 也就是說 這樣才有可能去談 這個是一個完整的單元 我跟你是互不通的 因為互不通才有可能保存 你這樣一通就不可能保存了 講白了啦 那邊的人也會想過來這邊散步 所以如果能夠很通順的話 對他是很好的 黎明溝這個只有部分保存 他已經 因為他本來就是切到人家的農業文理 然後他後來黎明青春也照樣 也被切掉了 黎明溝也切掉剩下幾百公尺 這個南支線如何在確保安全 跟具備共同性的前提下 也能夠保持原始狀態 因為就回到我剛才講的 跟那一張土一樣一致嗎 我們如果真的要談文化景觀 就是那個聚落土 中正紀念堂就二三十歲 也是國庭古蹟啊 所以顯然他是有代表性的 我們一定要找到代表性的東西 就其實我個人認為就是那一張土 然後一旦進入這個文化景觀的範疇 問題來了 大概有四分級的房子已經改建了 你要讓他們還原吧 不可能啊 他三四五六 其實依法他都可以蓋啊 三四五六七都可以蓋啊 依法他都可以蓋啊 如何還原 如果要還原 本身全部是兩層樓了 這樣誰來覆蓋那個成分 因為那才有真正的價值啊 可是啊 兩層樓不好住啊 誰要住那邊 所以保存這個議題 會不會變成是走文資這個路徑呢 到底對裡面其實是 好 好在哪裡 搞不好是外面的人爽得要命 對裡面的人一點都不希望 那就經常就發生在這種現象 你要指定古蹟 那個人就趕快把他家拆了嘛 可是外面的人就開始去抗議 所以你只會破壞 可是問題是那是大家 然後如果選擇 都需要管制為主 怎麼樣去提供足夠的誘因 然後幼石未來改建的時候 能夠遵從一定的設計準則 也就是這個事實上 總共講出來 可是最有可能的 就是說因為裡面有一些公有地 他事實上可以做很多事情 那這個要有一些誘因 大家是願意去把那個兩層樓的 那一個形式把它弄出來 所以最後我問了 這到底是誰的黎明青春呢 到底不住在那邊的人 我們經常會碰到這種問題 你沒有不住黎明青春 這樣到底台中人能夠說什麼 更重要裡面的人 到底有沒有講清楚你們到底要什麼 你們真的想保存嗎 還是你們是讓 搞不好房子賣了很之前 兩三千萬賣了對不對 那個叔叔就在這邊 他進去整片把它包下來之後 這個他就把它蓋成那個黃蜂這樣子 所以有沒有公司 如果沒有的話 其實真的還有很長一條路要走 OK 謝謝大家 真的非常的酷喔 就是黎明青春是一個很奇怪的存在 那我們接下來聽完了 從一個台中市的脈絡 介紹的黎明青春 那我們現在來聽聽 在黎明青春居住的那個 呃 呃 幾個小時 等一下我先插一句話 因為我今天來這邊之前呢 我的另外一個partner 他還跟我說 原來保留的那個黎明青春 我們今天去調那個地景圖的時候 好像發現有一段的黎明溝 他的那個地景使用又被更改 那我現在也不確定這件事情 我還要看到 那請大家密切的出於我們的 出於我們的粉絲團 那有最新消息的話 歡迎大家一起來討論 那我們現在先歡迎那個黎明青老師 欸 我要說 哈囉 各位在場的這個 朋友們大家好 哈囉 我真的很感動喔 我先 這個黎明社區的一個份子 感謝大家 對黎明社區的光環 謝謝 剛剛這個我們很感謝這個 也要受你這種具象的 就是非常這個 從歷史觀或者是跡象的 來看整個唐霧市的畫面 跟黎明青春 跟黎明社區的整個這個關聯性 那我的這個部分呢 我是用這個比較 就是 比較圍觀的 推卸這個土地的方式 我跟大家分享 在這裏 各地的金融 為他們的 很感謝 非常感謝 都是 我們 要請 可以 我們 好,再放在包吻你的桶子 十大被当中的那个东西 这个做的时间在做 对 这个 来 我为什么用这个题目来谈我们的黎明星村 因为黎明星村我们看起来 就是刚刚有提到说 那只是生母建设里面的十大星村里面 那他提到说 可能是只有黎明星村这个地方的人 设计的人在光滑 其实我觉得 并不是这个样子 为什么 也就是说黎明星村 今天如果他有一些的这个变动 或者是说不合理性 或者是说政府 用这种危险的方式来处置黎明星村 不论是黎明都要 他整个这个都市企画也好 那如果他是跟某一些的利益团体 或者是财团挂在一起的话 你以为我不是受害者 也就是说今天是黎明星村 明天我不知道是哪一个地方 哪一个区块 那我觉得我很感动的就是 从很多的年轻的学子 来到这边包含我们这样的议题 那其实黎明星村 是我第二个家 我老家是在彰号的田园乡 就是 充满这个花卉的地方 就花卉的故乡 那因为我在 我在中文公司服务 我在中文公司服务 那我是主好彰号的记者 那这两天就几乎都在讨论 大家都很关切的 鼎星黑星游的事件 昨天我 因为这个 魏英聪的朋友 又要采定收藏 所以我忙这个鼎星集团的 行为忙到快两点才睡觉 因为他到12点钟才采定 那我们看到这个鼎星的黑星的集团 它其实就是另外一个 跟某部分的这种观众多结合的方法 那到底是不是 我观众的 当然都有一些的观念性 那有没有犯罪 那是另外一个议题 但是我们看到说 黑鲜油是这样子 在毒害我们省省的健康 但是 都市计划的一些部分的 不光鼓力的这个毒油 也在违害我们的家 那我刚刚提到说 我住在黎明星村 已经迈入第20年 那第20年等于是 我在彰化住的 都没有在这个黎明星村住的久 那我是从四年前 才了解我自己第二个家 到底是什么样的 历史的愿意 或者是说 他为什么会 莫名其妙的一条 大的一个 书宏道 那竟然 你会觉得很不可思议说 我们旁边刚好有地川 然后有流川 还有是这个霉川 通通都保留住 对不对 我们那时候社群的民众 都很贴真的想法 就是说 这么漂亮的一个黎明沟 应该是讲黎明川 但是其实就是可以合理 黎明星 我那时候都说 也是个黎明星 后来才知道 原来是沟 那为什么叫沟 我不晓得 那个严格是这样 但是我知道 就是原来 就是 刚刚的刘浪 刘浪提到说 它那地方就是整个一个 农业区 它只是一个灌溉系统 那这个重画公司 他们认为说 黎明公不需要存在 就是因为整个这个农业区 都没了 都要变成这个 住在区了 所以没有农丁要灌溉了 可是他忘记了 台湾很多的这些的灌溉系统 其实我们称之为 灌溉系统 灌溉跟卡水它是很分离的 也就是说我们有川 立川没川 早期也都是灌溉系统 当然旧的那个事情最远地 其他外围都是灌溉系统 那如果这些 有川立川没川 他们都会存在 那为什么黎明 黎明西又是黎明沟 它不应该存在 所以因为我在媒体服务 所以我用媒体的力量 就在四年前 我就是给我们当地的这些 黎明还有里长 我本来 因为我的工作的地方 是在我家乡也就是在彰化 就是彰化在做 我爸爸的辖区 那我对台东市的这一块土地 连黎明西村 我是陌生的 虽然我在那边住 在那边睡觉 可是我一睁开眼睛 就是开着车到 到彰化去考新闻 晚上才回来 那开始关怀这一集 就是四年前开始说 我们那个沟 竟然要跟我们组在一起 我开始去找资料 开始去丢解 黎明西村的原谅 所以刚刚有料教的那些 是 你们同时听到的时候 我也是第一次听到 所以这个是 黎明西村社区里面 现在的很多的分子 觉得非常 应该存在 普遍存在的危机 刚刚这个 有料教提到说 黎明西村的现在的 变动是不可能 没有办法去立即未来的 我们的地位是不明的 我们的公园 某一天被 被政治任务卖掉 给财团盖到 这个大盒 我们不知道 只是说很可悲 那 我从这个 四个面向到五个面向来 谈这个黎明西村的 这个变迁 跟这个起源 跟大家来分享 那 下一个 下一个 谢谢 这是我的 我的资历 下一个 好 就刚刚这个 这个邵老师有提到 就是 这怎么是一个 它的一个 公园 那 大家讲这个 如果你搭车 从黎明屋到这个 黎明西村 没有 这个里面只有黎明西村 但是你在曼道朗的地方 只有东方公司 那 东方公司以前是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 木材的公司 非常大 就是这个地方 那现在都已经盖大了 非常早期的 那其实周边 外围旁边 就是我住的时候 那时候刚好是 黎明西村 跟他保留 外面 外面呢 都还有 凌散的一些的村庄 俱落 就是那些的地主 就是现在 重画去的那些地主 下一盏 那这个是刚刚 这个黎老师已经有 有秀过的 那这一盏就是 我们 四年前 我们唤起 所有的民众去 抗议之后 所保留下来 非常珍贵的 四百公尺的 黎明沟 那就是 现在还非常 这种功能 下一盏 好 那到底是不是所有可能 的计划 刚刚讲的 或者是说 这个要取消 当初我们的黎明沟 的篇图 这个是 部落客他们 去 当初去讨论的 那就是说 这个 当初竟然有一个 非常荒谬的事情 就是把所有的黎明沟 都变成天秤之后 我那时候 写了一个专题 就写 这个 台中史上最荒谬的 最荒唐 或者是最荒谬的 独自计划 就是把它住在去 那这些 那这个部落客 就用我的那个 的那个 那个报导 他去问这些的事情 也就是说 天秤之后的黎明沟 的面积 大概差不多3公斤 重画期的市价 起码要 就是 那当初的市价是 一瓶18万 18万 现在多少 你知道吗 现在多少 48万7票 有的 如果脚尖到60万 所以 才几年 才到四年前到现在 涨了三倍左右 所以他们就看到 刚刚那个老少提到说 他那个 他那个 他那个市价 五一元跑不掉 我觉得不止 十一元跑不掉 所以你看 我们是当初是 我们几个黎明 然后 我不怕死 那些人 不知道 这个 对抗了多少财团的利益 然后 甚至这个财团 还起乘证信来 就他们 这种重画会的名义 起乘证信来到 我们公司去 说我是要 后座 要告我 这样子 后来我们经理 就问我说 到底有什么 我跟他讲说 我就是黎明 黎明新春的一份子 我请得住 没关系 只要我的新闻 你帮我登就好了 就是 就是 请你协助我 这样子 所以其他东西 我来自己乘证 当初 他们用大财团的方式 想要这种方式 从大公司 没有 从我们狗总公司 想要把我 担当我的行为 都报导 他们想到说 原来我就是住出来 里面的一份子 那后来呢 其他那背后 就是有大财团 然后还 私底下有透过人 来跟我出通 出通 有意思的 但是 对不起 我就是黎明新春的一份子 我不可能出卖自己的家 自己的家 自己的家 所以我就把它停下来 所以这是这个利益 他们当初看到的 只有这个利益 他就没有想到说 这个黎明新春 都只是生开了 所有的这些的情感 我那时候如果一个土地 他如果只剩下价值 就是那个钱的价值 一品多少土地的价值 我觉得那是非常的悲哀 他没有 为什么黎明新春 他会受到这个外界的 评价那么的好 是因为他 等一下 我们看下一张 这个是黎明新春的牌 从大门去就是我们干城街 那旁边有一栋 这个消防局 然后有 以前第四分局在这个地方 那里面 旁边就是那个黎明国中 那这边是一个生活办公区 下一张 那精神之后呢 所有的这个原生物的器官 都已经组织改造了 所以刚刚这个 葛老师他提到说 他其实生活 其实现在 已经没有省了 所以他现在是什么 行政院中部办公职 所以他 你看他里面 行政院防保守总队 什么地政处 都变成什么 内政部 都是已经属于隶属中央的 那他随着这个变革 所以黎明新春 跟着这样一个时代的偏见 精神之后呢 他真的是变成一个 真的是一个气 好像有点气 这样吧 因为七起发达之后 大家想要去真实 这一块肥养 就是肥肉 叫肥养 就是口中的肥养 才在里面的口中的肥养 下一张 好 这就是黎明的 这个黎明楼 它里面有很多的 这些的 的那个 机关在里面 下一张 这个是 赤善楼 这是他们生日生活 的办公所在这个地方 下一张 这个是从 这个 从黎明楼看过去的 那个黎明楼 有三大洞的那个 那个外观 下一张 那这个是另外一个行政楼 就是那个 数字质成定的地方 下一张 下一张 设计的技能就是说 黎明姓村建的计划 刚刚这个老师他也借死过 就是说 它其实我们里面的这种 更中禁姓村的 最短 poles一模式 行政楼 它的行程都是一个体系 而且它是 系统化的一个管系 那在這個都是在很多的部落客他們裡面提到這些的功能性 比如說它裡面我們有黎明國中黎明國小 還有後來這個公益物上面 公益物其實後面七七八七八年之後才有公益物過來 不然公益物這個不論是現在的惠文國中 或者是惠文國小都是農農田 那時候我住的時候那時候都還是 然後才20年左右才這個開發了 那我們裡面有什麼活動中心 有籃球場 我剛剛有幾位是在黎明信村長大的孩子 你就知道說可能以前小時候是教練打過籃球 然後有藤書館 然後有非常好的這個立地 幾乎就是幾棟的這個房子的旁邊 它就有小公園 大大小小公園非常多 下一張 這是圖書館 裡面其實是國立的阿龍圖書館的分館 那每次到考季的時候 外面是排場 很多那個這個 不是我們失去的這些孩子 能夠去念書之外 外來的同學非常多 下一張 就是說剛剛我們說要去黎明國立的場景 它剛好就是在這個活動中心的地下室 那它在前面這邊有網球場 再來就是你們看我們的那個辦公區 下一張 好這個是外面的黎明路 黎明路就是很多的公社在這邊 五十四八十一七十五 如果說你們到這個圖書館一下 這邊工作非常的多 草碼啦很多的地方 下一張 那這個是另外一個角度去看黎明新春 就是外面看進去 就是最要美的 好下一張 那這個是我們從我們新春 沿跳到比較遠的地方 那這個地步往公園這邊就是三彩 三個地 都不知道都已經發案起來 都是高樓大廈 至於我們這個社區裡面 就剛剛劉老師提到的時候 大部分都是二樓的那個 連動的拖延座 那有一些的這個區域你看已經 都因為比較老舊 就自己都自己整建了 下一張 所以說這個黎明新春 剛剛這個老師有提過的 那我就不再贅述了 那它總建領差不多 普通就是兩萬 就是差不多有 這個總面積有這麼大 四十一公斤這麼大 就是連外面整個的這個區域 所以當初 也在這個1976年 它陸陸續續期期間完成 就剛剛那次的大樓 所以你看就差不多 但是呢 維新也有救這樣子 好下一張 這個是 這個大樓外圍旁邊的一個 我們稱為遺色隧道 現在有一些這個什麼 結婚的那些新能在這邊爬 尤其是初中的時候非常的漂亮 那這邊是那個停車場 那這邊他們本來是宿舍 那現在已經變成他們也是 也是那個他們辦公的區域 就是那個海基會啦 那個移民署啊 他們總辦公室的這個地方 好下一張 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社區外面的洗草公園 公園的立地 會不會講的公園 你看這就是我們的 這個是傳統的這個建築 就兩層樓 那因為 因為比較老舊的 我們都是烏瓦的那種動房子 所以很多的民眾都會去用這種 就是 看漏 怕漏水 或者隔熱的方式把它搭建起來 好下一張 這是我們 這個是還沒重化之前的 離雲興區的外圍 綠色悠悠的水稻田 然後那個 移民溝灌溉的這些農田 它很多的資料 所以我們家的小朋友小時候 他會在這種田羹上奔跑 然後 春天的時候去釣什麼青蛙 釣魚啊 然後去追逐蜻蜓 他到現在都很懷疑 他現在裡面練大了 他回來 他找不到他 他兒童的回憶 他現在都變成什麼 大馬路 就是公益路貫通 然後都變成 這個現在就是 這個童話區 下一張 這以前就是水稻田 然後我會帶著小朋友 就是 就是 脫下鞋子 然後暑假的時候 帶他們去這邊奔跑 那如果這個 到了這個 冬天的時候 我們在這邊空營 就是 我們一些家長 會帶孩子來這邊空營 下一張 這個就是黎明溝 早期的黎明溝 這是我從網路上面抓下來的 那 你看 這個 這個黎明溝就是 很歪圓 然後旁邊的立書成印 下一張 這個是 這個是現在的黎明溝 旁邊已經 重化區已經開始在蓋樓層了 那 這個 這個景色依舊 但是 周遭環境已經變了 我們這邊還保留著 可是這邊的田已經沒有了 田地已經沒有了 那我們當初好不容易打 它爭取了400公尺 下一張 所以 這個網路上的一個 分享的小文章 他說 他說 青人的堤防上 入戲有人在這邊運動 有年青人在這邊跑步 有老人家在這邊打氣溝 從早上清晨 差不多4點半5點開始 救人 我們剛剛講的那個營溝溝 救人在那邊散步啊 打氣溝 然後有人怎樣悠閒的散步 萬元的小溪伴隨著立書 底下的流水殘層 也要成群 所以 那個裡面的無垢穴 多到會讓你驚嚇到 你自己去體驗 從那個水源頭到一路到 那好像是一個提電式的方式 都是魚 真的都是魚 可是有一次就是 遭到污染 可能是上有的那個 漆漆那邊在工程 他把那個石 把那個水泥啊 水泥蒸到那邊洗 結果那個魚 死了一大片 差不多死了 我剛剛說估計就要死了七成左右 那我還特別 我那天雖然不是跑海上 但是我還特別 把那邊洗我們 就是寫出來 然後 然後那個 台湘市防保局的重視 他們說要是檢測水質 對不起那個水是活潑的 都檢測出來 是 他說沒有問題 好 那所以 這個實在 就是說 這個 很難得說 在跑跑我們台湘市區裡面 如果不是這個 剛剛看到那種 氣息重化區告訴我們 不然用大老人 已經很難想像說 這一條這個自然的河溝 就是在台湘市的南河區 尤其現在秋天的時候 真的是 非常的舒服 我那些早上或者是 八晚上的時候 晨晨的時候 尤其是夕陽西下的時候 很多的群民 我覺得那邊是 如果你喜歡攝影的話 那些拍這個攝影 非常好的一個景點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 非常美麗的一個合流 那很多的民眾 可是當初 竟然是說 要全部把它填平 那前面其實被填平了 也就是臨近七期 也就是從這個 黎明國小後面開始 已經不見了 那那時候我們還 四年前我們還帶著 所有的社區 超過多本來的妻子 大家去搶 搶救生態大作戰 去講究什麼 烏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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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很多的蝦 你們還蠻想像說 那樣子在那裡 那樣子 那就是那樣子 那樣子 你看我們的地窗 柳窗 美窗都沒有 那樣子 所以他們在看見 你要盡量找 早餘 到零後來 現在還有 唯一的禁止 好 那就是 所以我們當初 我們就是怕 會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去搶救他 好 下一張 下一張 謝謝 喔好 所以這些 我們的部落客說 為什麼會有人想要 天明這樣的一條 明明的治安 的很多 這種區域 剛剛提到的 那為什麼 就是 直到這七七九年 明明的治安 存化區之後 我們才知道 什麼 那時候 原來這條過去 到時候就被發訂閲出來的用力 那 當初那時候 現在開始結醒 可是結醒已經 有點慢了 那時候已經 一百年 就剛好四年前 那時候 現在四年的時候 是寫什麼 寫四宅 四年前 也是剛好 要寫陷阱的時候 那我們就藉由陷阱的時候 開始去發動民眾的抗爭 那時候 有人提說 用寫標自裁 胡志強的時候 他才重視到 然後那時候 我剛好在媒體 我號召了 TPPS 台視 中央社 然後 自由時報 聯合保 中央時報 反正你叫得出來的 大炮的名字 我通通都叫來 然後請我們所有的這個 社區的民眾 我不知道那天 哪那麼多的民眾跟鄉親 就是 因為其實 其實在黎明信村裡面 大部分都是公文人 都是公文人 小朋友是公文人的第二代 第三代 大家非常的安逸 可是他們發現說 自己的家園 要變色的時候 大家才凝聚公司 然後走出來 不是走上街頭 走上哪裡 黎明公 那個提案 然後大家綁白公文條 然後才有那個畫面 然後 POP的那時候 胡志強 從來不跟我們開公聽會的 就POP的那個開公司 跟我們開公聽會 胡志強 接見我們一些的代表 里長這一些人 那我當然不是以黎明 我是用 有記者的身分 去做這樣的採訪 因為我要去做 做見證 留下他一個承諾 這到底 舒服卡都不蓋 就是不是講 當初給黎明的社區的承諾 其實也給我們 台中市整個 以後要開發的 這個承諾 那不管他 現在他是不是會 可以再繼續連任 我們不管他 但是他這句話 舒服卡都不蓋 我希望是成為所有 以後 當台灣市長 對我們台灣市民的承諾 不是只有對黎明社區民眾的承諾 不然 這個 這個 這個家 我們自己的家 會變成怎麼樣 不曉得 好 下一張 好 這個就是當初 從另外一個角度看 非常清脆的這個黎明社區 或者黎明溝 那你看這個 就綠樹成蔭 你覺得怎麼都是那麼大的雜草 對不起 有這些草 有這些泥土 才有什麼 生態 你知道這邊的生態的野鳥 超過26種以上 你會看到烏龜 被剛剛講的 那些的魚類成群 現在都來 可是 有一些東西被破壞 因為以前 我們是用人工 就是很多的自工 他們會去清除 可是現在 這個環保群 他們是用 挖土機 真的很奇怪 就是 每年兩劑 他用挖土機下去 下去撈 打凹這些東西 為了為什麼 節省成本 那 挖土機下去 就會破壞生態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社區 有一群自工 他們也很可愛 挖完之後 我們還要去做 建構的魚梯 因為它挖 怎麼都破壞掉了 我們會去建構一些魚梯 然後 我歡迎你們去看了之後 你們會很感動 為什麼是一區一區 對不起 那都是我們的自工 每個人 這個 新鑲的家庭 然後去搬 搬石頭也好 搬砂包也好 把它弄一個一個一個 這樣子 文武堂的生態 下一張 好 現在這個就是 現在已經變色的 黎明社區 剛剛那個歷史有沒有 同樣一個角度 是不見了 所以當初以前 有時候有那個路斯林的 然後現在變成什麼 黃沙多龍 現在都已經在蓋房子了 那在過去那邊就是外環大 在過去是那個高鐵 在過去就是 高鐵跟那個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 所以 這條 我看 是不是最後進去 我不曉得 因為現在台灣市非常大 我們還有和平 和到和平社區 和和平鄉區 然後到這個沙路 但是我是說 以舊市區來看 就剛剛 劉老師提到的 我們那個 No.1的那個 舊的市區來看 沒有沒有 沒有淨土 都已經變色了 好 好 來 再下一張 所以這個很多部分 就只有 真的很甘心 我們 真的甘心 旁光 這個 集集集看出 這條黎明都除了這個 豐富的狀態上 那麼感到難以這個得色之外 最讓他們擔心的是 技術安全的問題 好 為什麼講到 技術安全的問題 當然我剛剛講說 在變遷當中 黎明社區不可能 杜絕以整個社區大變動 或死在大變動裡面 只是我們是說 你要 你要怎麼變動 沒關係 但是你至少要讓我們知道 你要讓我們參與 它是沒 它只有 只有只上五條比 或者是要幾幾個地方 因為 其實黎明社區也有分 分派 就是說有人保存原狀的 有人想說 度最好開大一點點 然後我要跟外面 我的房子的地價 價比較高 其實現在黎明社區的地價 已經很貴 我二十年前買我們那棟房子 我們是公有行的 就是那個四八年 只有五棟的那個 我那時候買四百二十萬 現在價值多少你知道嗎 沒有一千萬是買不起的 我現在開價是一千萬起跳 後面還賣到 所以上次交易是九百八十千萬 那我們每天都看到 很多的仲介進來穿說 說服我們老人家 你有家要買嗎 你有家要買嗎 你這些都要看 或是你買好了 怎麼樣 每天都有 什麼小巢也來 新一方也來 好 對 我們那邊真的是 訪客最多的就是仲介 所以你就只要說 他們看錯的是什麼 如果沒有新一溝 如果沒有看到 那個景色的那麼好的 那個永遠的環境 明明還剩下什麼 可是呢 如果說這些都被破壞了 我們在思考的時候 黎明剩下什麼 好 下一張 所以我們有成立一個 台灣式黎明溝的 就是那個保育園移群 就是 就撥在那個地方 非常地醒目 下一張 這個是我們當作 看一撥之後 一些水利單位的人 當提出的餘粒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我們還幫你搬新家 然後 我們那時候光懷 我就說 人 跟這塊土地 是有情感的 不是去看那個 房價是多少飆漲 其實我們 我們 當然錢 錢財很重要 但是 沒了這些的生態 這個 它一點價值也沒有 那人 除了這個追逐 這個錢啊 名利之外 你不要去光照 或光懷這些的生態 跟你的環境 那所以我從四年前開始 我現在 以前很少都在五次 因為以前我們都是到 大坑去爬山 去享受樂趣 可是我現在的 周秋二次吃不起 都是陪我老婆到 林林宮去散步 然後去看 林林宮還在不在 好 下一段 這個是 就剛剛這個 老師提到的時候 我們剛剛 它不是很大的那個 斷面嗎 它經常是要用五個 這樣一個 地下的寒溝的方式 來取代 林林 剛剛講的 林林宮 那你在怎麼用 都不可能去 那個斷面那麼的大 失調 看有沒有辦法 而且它是分 這個開花公司很聰明 它都是用在哪裡 用在那個 道路的底下 所以荷蘭路 到現在為止 荷蘭路如果下大雨 你會看到路上噴泉 你知道嗎 那為什麼噴泉 因為它底下本來就是 類似黎明溝這樣一個大的 那個灌溉溝群 它把它帶掉 它變小了 那水上面這個 從這個 我們周邊的這個山溪流下來 沒辦法流啊 那只好從那個人口看 噴出來 所以這個 我兒子那時候 混國小的時候 有下大雨 他們同學都會在那邊圍觀 看噴泉 看路上的噴泉 既然就是我們的荷蘭路 那時候這個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很害怕說 有一天這個 這個蓋的 就是這個 狗不見的 換成這個樣子的話 黎明社區變成了什麼 黎明池塘 就是黎明的大水塘 為什麼 因為周遭的開發的土地 絕對是比我們黎明社區還好高 所以我那時候 寫那個文章的時候 就提到說 它不是只有我們那個社區店 可能整個那個 黎明辦公處那邊 可能會 二樓會變一樓 就變成路上要去行舟 好 下一張 好 那我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一個時間有限 就是 剛剛這個劉老師 感謝他用比較 這個歷史觀 跟我們 比較具象的方式 來帶領我們看 黎明社區 跟台東市的 關聯一些 那我用土壽的方式 跟部落格 部落格一些 民眾官網們的 社區的方式 跟大家來分享 其實那個也就是 你們可能我們社區 想要知道的 你們想要知道的一些 移民都不問題 那 今天就交給我們主持人 還有各位 謝謝大家的關係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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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